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1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7月12号星期三 今天有一个让人无法相信 但是却真实发生的故事 被英国军情五处视为中共间谍的 华人女子李振居 起诉人权被侵犯 要求还他清白 那么军情五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李振居究竟做了什么呢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被贴上中共间谍这个标签的呢 这个事真的是让人无法相信 但是就是真实发生了 被贴上了中共间谍标签的李振居 起诉英国的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MI5 涉嫌侵犯人权 要求还他清白 路透社报道说 李振居的律师托尼穆曼在今天的庭审当中 要求军情五处 披露为何向英国国会发出对李振居的警报 同时寻求未知具体数额的赔偿 穆曼告诉调查权法庭 军情五处发布的所谓干扰警告是至少80年来首次发布这类警报 穆曼表示李振居在看到媒体报道 他被打成国家公敌前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警报发出 穆曼认为在没有任何事先定罪的情况下 李振居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公开攻击 李振居声称自己是国家行为的受害者 需要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从李振居和律师穆曼的这些说法来看 他们并不认同军情五处的指控 换句话说 李振居自认为是被冤枉了 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所以要求军情五处进行赔偿 还他清白 不过军情五处的代表律师 罗斯玛利·戴维森在法庭文件中指出 发出干扰警报是为了保护议会民主 免受外国政治干预的威胁 所以不需要向李振居披露信息 这桩指控军情五处的控案 缘起于去年1月军情五处的一份警报 在2022年的年初 军情五处在警报中指控李振居 受中共统战部的征召 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 警报中表示 李振居向政党议员和议会候选人 以及向往在英国担任政治职务的人 提供捐款 资金来自在中国或香港的非英国人 下一任议长林塞霍伊尔向议员们分发了军情五处的警报 并且还表示军情五处发现 李振居代表香港和中国的外国公民为现任和有报复的议员提供财务捐款 时隔一年多 李振居才对军情五处的警报提出起诉 可是从路透社的报道来看 李振居和律师木曼并没有向法庭提供有利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以及军情五处的警报失实 而从军情五处的代表律师回应来看 军情五处并没有退却 在明确表达不会向李振居披露信息的同时 柔中带刚的再次表示 警报是保护议会民主免受外国的政治干预 那么李振居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呢 军情五处的警报是不实的指控吗 我们翻查了一下关于李振居的各种信息资料 以及以往的情况 在这里一并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振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究竟是他是据理力争呢 还是恶人先告状 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得先介绍一下 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英国军情五处 也许大家对军情五处不太熟悉 但是您可能看过007系列电影 这个007的原型就是英国的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这是英国情报安全机构 官方的称呼呢叫英国安全局 它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当时德国的间谍在英国是四处活动 所以在1909年啊 英国就创建了一个保密局 当时呢这个保密局是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呢是负责英国国内 也就是境内的情报工作 以及防范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包括严重罪案 军事分离主义 恐怖主义 以及间谍活动等等 军情六处呢 那就是负责国外的情报搜集 等等这些工作 到了1931年 军情五处改名为是英国安全局 总部就设在伦敦的泰伏斯大楼 不过尽管改名已经近百年了 但是人们呢 还是习惯沿用军情五处这个称呼 在一个抖音上有一个玩笑 说全世界呢 有五大著名情报组织 分别是以色列的摩萨德 美国的CIA 苏联的克格勃 英国的军情五处 和北京的朝阳群众 我们都知道这是嘲讽 北京的朝阳群众 但是其他这四个情报机构的威名 那却是名副起始了 就是说呢 英国的军情五处啊 是相当厉害 一个世纪以来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 一直都跟美国的FBI和CIA 是齐名的 因为这两者的分工不同呢 所以有人把军情五处 比作是英国的FBI 也就是英国的联邦调查局 把军情六处又比作是英国的CIA 也就是英国的中央情报局 我们知道美国的FBI和CIA 进行某个指控之前 都是经过大量秘密的调查 掌握了详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 FBI和CIA的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 不会是空穴来风 更不会凭空捏造 正是这样的情报机构 在去年年初阶段 非常罕见的针对个别人 发出了书面警告 指出华人社区代表李振军 为中共渗透英国议会 其中最少有两名英国的议员 接受了他的捐款 其中一人是在两年前 还曾考虑竞逐工党党魁 这里提到的 曾经考虑竞逐工党党魁的议员 指的就是巴黎·加德纳 2020年年初 加德纳曾经一度考虑参选工党领袖 但是最终他没有参加 当时的加德纳是工党影子国际贸易大臣 加拿大是李振军的好朋友 去年年初阶段 李振军刚刚向加德纳捐赠了 大约50万英镑 说是支持加德纳的工作 这不是李振军唯一的一次 向加德纳捐赠 他对加德纳的办公室 有一系列的捐款 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年前 这些在加拿大的声明当中 已经都承认了 不过他表示他个人没有从捐款中受益 据博士后研究员马丁推文指出 已经解散的英国国会跨党派国会 英国华人小组 当初就是李振军资助成立的 小组的主席就是由加德纳出任 而且有意思的是 李振军向加德纳办公室捐赠 当时他的儿子维克斯 就在加德纳的办公室工作 是加德纳的日程主任 就在去年1月13号 加德纳被英国的军情五处问话的当天 李振军的儿子突然辞职了 据英国的太阳报报道说 加德纳成为影子能源大臣之后 2015年的9月 李振军通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开始就向他捐款 其中一笔18万英镑 用于支付加德纳两名国会助手的薪酬 而其中之一就是李振军的儿子 这是很让人怀疑的 维克斯为什么早不辞职 晚也不辞职 偏偏在加德纳被军情五处问话之后 他就辞职了 他究竟是不是在打工呢 如果是打工的话 他在给谁打工呢 如果不是打工的话 那么李振军把他安排在加德纳的身边干什么呢 而且绕了一大圈 给自己的儿子发薪水 有谁见过这么诡异的操作呢 这究竟是隐瞒什么呢 而通过与加德纳的这个关系 李振军的人脉关系啊 开始越来越发达了 编辑了威斯敏斯特宫的整个政治光谱 直至当时的英国最高层 他曾经与时任英国首相的特雷莎梅和英国首相凯利梅伦进行会面 曾经把红色的对联贴在了唐宁街10号的门上 还曾向议员爱德戴维捐款 2013年 李振军向戴维个人捐赠了5000英镑 也向戴维当地的党派进行了捐款 当时的戴维是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和能源策略大臣 同样是2013年 时任英国亨顿工党议员的迪斯莫尔 以英国华人协会主席的身份 到北京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李振军给他是赞助了往返的机票 其实加德纳也好 戴维也好 他们这些人当时都只是普通的议员或者是官员 但是李振军却不惜把钱砸向他们 那么他是真的在支持议员吗 军情五处认为 中共正在试图扶持新一代的政治候选人 军情五处的处长肯·麦卡雷姆指出 他们并不总是寻求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是内阁级别的某个人 其中非常惊人的一点是 他们愿意投资在地方级别 培养一些有潜力 而且正处在政治生涯初期的人 麦卡雷姆说 中共越来越多耐心操作 资金充足 具欺骗性的行动 以收买和施加影响力 中共越来越多的把地方官员作为施加影响的目标 以其未来发挥作用 英国的多名官员把中共的这种做法称为是播种 他们认为李振军就参与了一项播种行动 中共为了获得回报愿意等上好些年 李振军频繁的向英国的议员等人捐款 那么他的钱从哪来呢 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吗 不是 军情五处通过一些新的信息发现 流入英国政治体系的钱 真正的源头是在中国 但是被掩盖着 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 具体来说 军情五处相信这些钱是与中共统战部有关 文中指出中共把统战部称为是魔法武器 是一个影响力机构 军情五处警告 李振军的活动是有秘密的 与中共统战部协调 并且有接受深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 李振军代表中共统战部蓄意的参与政治干预行动 军情五处还指出李振军接触资深和新进议员 目的是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的议程 并且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 其中还特别警告与李振军接触的任何人 都应该小心他的政治联系 和他推进的中共议程的工作 偷偷干涉英国政治 英国军情五处发出的这些警告 主要就是因为李振军在英国的根基更深 而且他的角色也不是秘密 我们知道如今的李振军是英国最大的华人律师行董事长 他的律所在伦敦、博明汉和北京都有办事处 但是大家知道起初他并不是律师 仅仅就是一个移民顾问 早在1990年就认识李振军的吴吕南博士 是英国华人工党的联合创办人 他向我的朋友真言真语主持梁真介绍 李振军在1974年11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移民北爱尔兰 当时他的父亲李国强经营一家餐馆 李振军就帮他的父亲在餐馆做事 大概在27、8岁的时候李振军去了博明汉 开始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也开了自己的律师楼 1990年李振军又到了伦敦 在伦敦北区的一个狭小办公室创建了律所 吴吕南曾经去过李振军的写字楼 当时李振军跟他的第二任律师丈夫一起 设立了移民事务律师行 不只是很朴素的 最初就是跟北伦敦的华人协会有合作 提供义务法律咨询等等 但是吴吕南回忆 这些与华人协会的合作 只是李振军加入华人社区事务的其中一个跳板 李振军这个人在当地比较活跃 虽然是平平无奇但是能言善道 后来就发起了华人社区参政计划 李振军发起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的事件 是在2006年 他当时自称是代表在英华人利益 促进英国社会多元 推动在英国的华人参政 但是泰晤士报指出 这个英国华人参政计划 为李振军提供了一个平台 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英国政界人士 进而为中共和英国政客牵线大桥 开设了移民事务律师行 那自然就少不了跟中国的大使馆打交道 要做好移民方面的业务 没有中共驻英国大使馆的配合 肯定也是不行的 而要想得到中共的配合 那就意味着首先得配合中共的要求 中共说什么 李振军就得听什么 中共要求怎么做 李振军就得怎么做 换句话说 这得必须与中共大使馆有良好的关系才行 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共满意 进而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究竟李振军跟中共大使馆有着什么样的来往 外界并不清楚 但是李振军后来的表现和发展 反映出他跟中共的关系并不一般 公开资料显示 2008年李振军成了中共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 为中共大使馆做法律服务 大家想想 这就已经说明他是中共大使馆的人了 在十多年前 当时中英两国还处在蜜月期 在那个被称为黄金时代的阶段 李振军一度被英国的官员奉为座上宾 每逢有中共政要或者是代表团访问英国的时候 李振军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英国的议会 因为当时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长 2016年3月9号 李振军在香港成立的组织 香港英籍华人网络举办新春酒会 在香港申班游艇举行的这个酒会上 时任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宋伟 和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黄定光等人都有出席 随着李振军与中共的关系逐步加深 他又被中共国务院乔办 特聘为是海外法律顾问 而在2018年 中共国务院乔办跨规中共统战部 李振军又因此成了中共这个影响力机构 中共统战部的一员 2019年 央视的画面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作为海外侨胞的代表 李振军受邀参加了中共国上日的活动 他对中共官媒表示 这一堂中国发展的历史课 增强了华侨华人的尊严和自信 在拍摄集体照片之前 站在第一排满脸堆笑的李振军 还与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握了手 习近平受时任首相卡梅伦的邀请 在2015年访问英国的时候 李振军也同样是作为特邀嘉宾在场陪同 并且还跟习近平握手合照 此外 李振军还曾参加了前中共统战部长尤全的讲座 在会上 李振军还表示要让世界理解中共等等 2020年中共大使馆举办宴会 据《泰晤士报》报道说 受邀参加的李振军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批评 因为中共对香港人追求自由权力的打压异常严重 当时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对中共进行了谴责 另外据中共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 李振军当时对客人们说 西方媒体报道的香港抗议者与防暴警察之间的血腥冲突 包括警察暴行等没有准确表达真实画面 此外 中共媒体还有多次的报道 都可以看出李振军与中共的这种密切关系 比如2018年的12月 李振军应统战部的邀请出席了在北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 2017年12月中共侨办法律顾问团成立大会上出席活动的李振军 从政治游说和一带一路商机及法律两个方面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他还亲口承认通过民意影响英国立法实践 维护华侨合法权益 是他进行政治游说的目的 2013年中共顶级官媒人民网英国频道专门开辟了李振军专栏 2012年列席广东省政协会议的时候 李振军还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一份提案 建议中小企业走出去 2009年中共全国政协会议上李振军对中新网表示 能够作为海外华人代表参加中共的政协会议感到非常荣幸 李振军当时还表示 在中国提升海外华人的声音 不仅对已经在国外扎根的华人群体有利 也会让中国通过千千万万的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华人 而拥有自己的国际声音 同时维持着他们与中国的联系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 李振军与中国的关系是异常的紧密 那么大家想一想 军情五处指控他是中共间谍 李振军冤枉吗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如果您有意愿向我们捐助的话 视频下方也有捐助链接 另外大家还可以订阅新闻看点的会员节目 好了 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